21世纪的今天 随着科技的发展 医疗水平越来越高 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健康 然而疾病的种类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疾病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 30年前 我们听到一个糖尿病患者 就像听到癌症一样稀奇 而现在就在我们的周围 癌症患者却比比皆是 30年前 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不足5% 而现在每12秒就有一人因心脑血管病而倒下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 人们的生活形态和饮食习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医学统计显示 现代人每天接触的化学性毒物 约1180种 女性每日脸上涂的化学物质平均175种 人均每天摄入农药化肥 接近200微克 肉类激素150微克 在我国 每年死于室内污染的人数 约11万 因各类农药化肥中毒的人数 超过37万 因肉类激素导致的内分泌紊乱人群接近2000万 人们往往只关注 人是死于癌症 心脏病 糖尿病 还是脑中风 却忽视了藏在疾病背后的隐秘杀手 这些由于生活形态和饮食习惯改变之后 所造成的生活隐患 它们如影随形 无时无刻 不再侵袭着你的健康 日常生活中 我们从大米里发现鸡油 食辣 从鸡蛋里发现苏丹红 从牛奶里发现三具情案 从豆腐和腐竹里发现掉白块 从火腿里发现滴滴味 来自水中的海鲜 用福尔玛林保鲜 用避孕药增肥 在地里长的瓜果蔬菜 用催熟剂催熟 养殖场的家禽 用激素助长 食品污染 空气污染 水污染 在这个毒素横行的时代 没有人能逃脱 油脂超标 重金属超标 酸性物质超标 我们人类正快速成为 时代产物的垃圾桶 现代人体内的毒素 以多的使蛔虫 都无法生存 曾经有过鼻烟癌的病人 从鼻孔所流出来的污血 滴在地毯上 而冒出烟来 就像硫酸 滴在地毯上冒烟的情形一样 还有在德国 有人将糖尿病患者的汗液 0.2cc 注射小白鼠皮下 小白鼠40分钟死亡 这说明重病人体内的毒素 很毒 事实上 毒素日积月累 层层沉积 早已形成了危害更大的毒构 就像茶垢附着在茶壶壁上一样 牢牢地附着在身体 五脏六腹的细胞上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尼克博士的解剖试验 我们先来看一下肾脏的毒构 这是一个附着很多毒构的肾脏 毒构与肾脏结合得很牢固 很难剥离 我们看一下肾脏的切面 这就是黑色的肾脏毒构 牢牢地附着在肾脏组织细胞上 都是一些重金属 药物残留和一些化学性毒物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血管中的情况 看 这是一个被严重堵塞的血管 这些是脱质斑块毒构 这个是微血栓 这些毒构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根源 血管壁上的脂毒构是一个缓慢形成的过程 现在15岁以上小孩的血管 大部分已经成为第二种以上情况 随着年龄的增长 血管堵塞的会越来越严重 堵到一定长度就会暴力 那么人体到底有多少毒构呢 沃克兰人体清理专家从不同人体内清理出高达3到25公斤毒构 除了垃圾 肝脏 肝脏 胆囊 胆管里能清除0.5到5公斤毒构 氯 铅 拱等重金属 硝酸盐 药毒构的 可清理出0.5公斤质量 各关节部位清除的无肌炎类毒构最多达到3公斤 肠内毒构1到15公斤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毒构的携带者 日期越累 年龄越大 毒构越多 毒构侵蚀了脏腹 破坏了细胞 阻碍了细胞吸收营养和代谢废物的通道 导致头晕 头痛 神皮乏力 失眠多梦 食欲不振 抵抗力下降等各种亚健康的症状 当今社会 亚健康的人群越来越多 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每个人身上的毒构就像定时炸弹一样 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疾病 就拿心脏来说 毒构堆在心脏里 心脏负担加重 每跳一下就相当于跳了好几下 很多刚过四十的中年人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过早地患上心脏病 毒构对人体到底有哪些危害呢 毒构在躯干四肢就会腰疼 腿疼 全身疼 毒构在肌肉皮肤就会长瘤 长疮 长血斑 毒构在脏腹就会使五脏发生病变 身体平衡打乱 毒构在血液就会污染血液 引发心脑血管病变 脂肪肝 酒精肝 肝硬化 痛风 动脉硬化 高血脂 高血压 中风 偏瘫 关心病 心率不齐 胸闷气短 乳腺增生 子宫肌瘤 气管炎 老慢脂 肺气肿 让我们看看这些熟悉的面孔 王军瑶 军瑶集团创始人前董事长 肠癌去世 享年三十八岁 张生瑜 北京同仁堂股份前董事长 心脏病抢救无效 享年三十九岁 中央新闻联播主持人罗金 淋巴癌去世 享年四十八岁 林黛玉扮演者陈小旭 乳腺癌去世 享年四十二岁 影视演员傅彪 肝癌去世 享年四十二岁 著名孝星 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 心肌梗塞猝死 享年五十九岁 她抛妻弃子 她英年早逝 让父母长辈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 她在人生巅峰时期撒手人寰 让苦心经营的事业岌岌可危 是谁酿成了这些突如其来的悲剧 究其根源都是独够惹的祸 如何阻止悲剧的继续 现代医学之处 排出独够 刻不容缓